关注到暑期档的影视 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城了 上周更是竞争非常激烈 中美合拍的《剧曲纱》 还有黄渤首部导演的一首好戏 剧版变影版的《爱情公寓》等等 这三部片子在一起带动的情况下面 上周末三天的综合票房是高达14.96亿 创中国影史暑期档周末票房新高 而他们中间谁会更胜一筹呢 来看看 台片虽然不相上下 但三部电影的票房及评分 可是相差甚远呢 别急就让小编来为你一一介绍 首当其冲还要数争议最大的电影《爱情公寓》了 上映前《爱情公寓》 在某售票平台想看的人数超过百万 远超同档期的一出好戏和剧尘杀 而上映第一天 记者在影院发现 该片的上座率的确是三部里最高的 十年剧版基础可不是盖的 片名虽叫《爱情公寓》 但影片既没有《爱情》也无公寓 感觉就是套了个怀旧的片名 内容完全另起炉灶 颇让观众失望 直到8月13号早上10点 《爱情公寓》的票房已经被一出好戏返超 他的排片也从第一天的38% 一路下滑到了18% 相比之下 黄渤首部导演《淑女》做一出好戏 尽管在第一天的排片没有《爱情公寓》高 但凭借满满的诚意和心颖的类型 厚敬十足 还可以 我感觉还挺有深度的 还可以吧 就是各种人性都策划的其实挺真实的 如果是冲着爱看喜剧的观众 可能要失望了 影片更像是一部黄渤的实验作品 荒岛题材 人性博弈 留下的思考 远比销料要多 而截止到8月13号上午10点整 该片已经取得5.5亿的票房 在某电影评论网站上也有7.4分的成绩 这名大伙对于黄渤这次实验性作品 还是给予了支持和肯定 年轻导演 新导演 这是一个不是那么成熟的导演 除了以上两部 上周末李冰冰和杰森斯坦森的巨齿沙 也希望分得一杯羹 而上映头天 轻松破译的成绩 证明了这只沙没有想象中这么差 好兰屋的套路大家都懂 虽然这一次影片也没有反套路 但至少节奏紧凑 特效逼真 让人不会那么出戏 而在好兰屋片子里 演过好几次科学家的李冰冰 此番也有点存在感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 然后比较喜欢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 但是我希望我给自己点压力 然后给点压力 自己就该有这个责任 想要不去把事情做好 国瑜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